月威草条笔记是纪晓兰写的这么一个笔记小说 他这里边号称所有的事都是真的 那我讲一个您听听是不是真的 纪晓兰是乾隆时候的这个鼎盛年 我们这个学术上有句话叫鼎盛年 就是他的最好的时候最为大家所知的时候是乾隆 他的笔记小说里写到了一个雍正时候的故事 在雍正时候有这么一年 天干地支 甲乙丙丁物济耕心人鬼 这是天干 地支子丑尹某 臣似无畏 身久虚害 耕旭年 就是苟年 苟年的会世 大家伙都知道过去的科举比现在的高考还要命 现在高考即使你考不上考大学还能考上次大学 即使考不上次大学考过大专或者还可以出国 过去的读书人只有高考一条路 所以过去人非常忌讳高考作弊 高考有作弊的 那有的时候考官都要处展的 所以大家在北京也好在南京也好都见过这种考场的后房子 现在当然都已经拆了 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房子小隔断 上面挂着链 你只要进到后房里 考试这三天 就不许出来了 就得在里边坐着 就一个小案子 执笔在那写文章 八股文章 有这么一位姓姚的校脸 去参加会试 他呢 挑灯夜站 其实到晚上八九点钟 大家会就睡了 就在那号房子里睡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上个厕所 把镜头拿出去 直接回来 还得再考试 不许作弊 他呢 一直写文章 文思全勇 就在这号屋里写到了五月十二点 所有的事都是五月十二点发生的 八股文章 拿小凯字抄得好 正在低头写文章 突然之间 一股阴风吹来 您想吧 那号房子里挺大的空场上 码好些小房子 到晚上了 每个号房子里 那个蜡烛都灭了 就他这屋里还点着蜡 这一股阴风吹来 多甚得花 他就觉得一激烈 这小蜡烛啊 突然一放绿火苗 他赶紧拿手一捂 怕这火苗灭了啊 再点蜡不方便啊 就在这蜡烛的微弱的烛光之下 这号屋子 考试这屋子 外边垂的链 开了 突然之间就闯进一个披发的厉鬼 一个女的 披头散发 满脸是血 啊就进来了 伸手 就把他桌子上的卷子 抢过去了 他都已经写了很多了 你想八股文章啊 什么起讲啊 成题啊 那很难写的 用小凯抄了多一半了 拿过来 吃啦吃啦吃啦 就给撕了 哎呀 这位汤小连啊 第一反应坏了 厉鬼 第二反应呢 立刻他就沉稳住了 因为什么我是念书的人 我不怕 拿手一指这女鬼 撕他卷子这女鬼 你是什么鬼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可以来找我说 为什么要撕我的卷子呢 今生我自问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如果是前生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不知道 今生的我不知道 你半夜三晶 冲起来吓唬我撕我的卷子 怎么回事 难道说 我这四十九号 这考试的屋子 犯了你的怒气不成 这个女鬼把卷子撕得像蝴蝶一样飞舞 突然之间愣住了 四十九号 你这不是四十七号吗 汤小连说 我什么四十七号 我这四十九号 这女鬼一听 哎 一哆嗦 垂头丧气的 出去了 这会儿这火苗 突一下 又起来了 汤小连一瞧 四顾皆空 什么都没有 仙帘出去一看 太阳的 连大月灵点 连星星都没有 一片漆黑呀 汤小连往旁边一瞧 明白了 感觉他旁边啊 四十八 哎 四十七 这两个屋子呀 空着没人 考生没来考试了 感觉是那鬼数错了 这说起来好像是一个 是一笑话似的 他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问题 就是季晓兰那会儿呢 如果读书人不是要科举考试 就没有任何的出路 所以呢 过去在北京真的出演过这样的事 就是北京因为是这个 这个考进士的地方 考完进士到今天上就考状元了 哎 所以呢 就真的有进去之后 好房着火 就是考试的屋子叫好房啊 一个小屋子 着火之后就活生生烧死在里边的 真有这样的 所以在那里边考试 第一要注意的就小心火烛 因为一考考三天 如果不慎失火 对不起 过去叫这个水会 其实就是现在的消防队 都不能进考场去救你 如果 好房着火 那就烧死了 活活烧死 眼见着烧死 因为过去考试的考场是国家最重要的选拔官吏的地方 哎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作弊呀 乱七八糟这个事 偶尔有作弊的让皇上查出来了 有时候一牵连牵连一省 怎么讲呢 就是把主考官杀 副主考杀 比方说啊 咱只是打比方啊 比方说江苏一江苏那发现了这个会市 有作弊的 江苏一省禁止考试三年 等于是两场考试 禁止 就是 就这几年就不许你们出来做官了 没有 不给你们机会了 当然咱这只是比方啊 只是打举例子啊 也可能四川 也可能福建啊 也可能这个这个京师啊 顺天府 就北京 只是举例子啊 哎 所以在号房子里发生任何各样的各种各样的鬼故事啊 这等等 这是 这是很容易出现的